習近平7月1日出席新政府就職典禮時發言 他聲稱25年來一國兩制取得舉世公認成功 他還認定制定國安法修改選舉制度 確保愛國者治港 他強調一國兩制是好制度 沒有任何理由改變 必須長期堅持 但是香港人不喜歡 全世界都不接受中共這套制度 所以沒辦法 他要保留香港的制度 這他有了一國兩制 民主國家紛紛批評 中共對香港制度50年不變的承諾才過了一半 已經踐踏了香港的自由民主和高度自治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和外交大臣利茲.特拉斯 6月30號指出 中共沒有遵守《中英聯合聲明》裡的承諾 兩人表示 英國不會忘記香港 要求北京履行國際義務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30號 就香港主權移交中國25週年發表聲明說 北京用國安法回應港人的民主訴求 並藉此在過去兩年侵蝕香港自治 瓦解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 他表示 美國聲援香港人 在香港的問題上就是很說明問題 中共在香港到底是要搞一國一制還是搞一國兩制 那它不是看你怎麼樣說的 而是要看你怎麼樣的做 習近平的到訪讓港府啟動了空前的安保措施 大面積封鎖道路 參加歡迎儀式的人員 由官方嚴格篩選 能去現場的媒體也受到限制 採訪人員被安排在很遠的地方拍照和錄像 儘管如此 習近平6月30號晚上還是沒有在香港留宿 而是回到深圳 一度港媒還傳出 連原定的晚宴也被取消 自稱愛國愛港的大公文會網30號晚上報導 習近平夫婦出席了禮賓輔社的晚宴 但是沒有刊登晚宴的照片 那個安保的水平和技術 習近平住在香港 在安全上 應該是能夠充分得到保證 但是呢 他選擇不住香港 在這裡面固然有形勢緊張的因素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他對這個緊張的形勢的自我感應和判斷 是不是有一些過度反應了 習近平這次來香港也創下了香港的許多首次 例如香港的道教廠黃大仙慈搭建了首個升旗臺 成為香港第一個舉行升旗儀式的宗教場所 而中國大陸的寺廟 教堂和清真寺 都被要求懸掛中共國旗 有些地方甚至還要懸掛中共領導人畫像 香港媒體還透露 政府這次安排十分混亂 多名建制派人士抱怨 有些獲邀參加就職禮和升旗禮的嘉賓 後續沒有收到進一步通知和邀請函 懷疑當局或因進一步提高安保 收緊嘉賓數目 另外也有籌備七一活動的公務員土苦水說 中共衛生部門不時改變要求 讓他們疲於奔命 因此很多細節安排遲遲未能落實 7月1日中午 習近平及夫人彭麗媛結束香港行程 乘防彈車到西九龍高鐵站離開香港 要選擇派人士提供超 nord派的項電